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陷入南京危在旦夕 日军卫将侵华战争进一步合法化 决定尽快在上海召开中日亲善同盟大会 日本远东情报局奉命特别制作了一份 华都知名人士名单 此名单刚刚完成 几位中共内线特攻截获 并秘密送往南京 与此同时 国军的南京城防图绝密文件突然失窃 将落在日本人手中 形势变得波轨云角 错综复杂 求告主 耶和华 求我脱离说谎的嘴唇 和狡诈的舌头 不管是用勇士的利剑 还是罗腾木的探火 我 我愿受惩罚 我的孩子 保护你的是主耶和华 人真的能宽恕我的罪吗 我 我做了撒旦的傍凶 这种 要亡了 我的孩子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事 看见的事 以及未来必成的事 都说出来 我 我想日本人 出卖了南京城防 军事机密情报 我是叛徒 我是安静 我是叛徒 我 城防计划书的下半部分 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了 你是日本人 别动 老老实实告诉我 一笔原让你把那个东西藏在哪儿了 讲出来 我保证你平平安安的离开南京城 皇军还会有赏 否则的话 我保证你平安安的离开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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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唐副支长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就向大家 向大家宣布 好 诸位请坐 今天中午 刚刚送到南京的城防作战计划书 诸借了 怎么有这种事了 所以下令 在全驻地进行搜查 包括我唐厚厚厚 无一例外 在整个搜查结束之前 在座的诸位 不许离开这个房间办 如果这份作战计划书 真的落到了日后的上 我们就是摧毁这座城市的帮凶 就是千古的罪人 是 给我搜 是 给我仔细地搜 走 这床位的人呢 报告他下午出去就没回来 下午出去就没回来 追快 站住 快点 近点 追 快 快 这小子肯定是共党分子 他受伤了一定跑不远 走 给我追 是 是 来 过了 说 来人 到 给我把李参谋绑了 是 李参谋 真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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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家属已到 明晚七时 火车站 来 你是谁 为什么要跟着我 你再不说我就喊人了 别别 是我 梁东哥 是我 谁让你来的 我看你这么晚一个人 从学校出来 我怕你遇到危险 所以我就跟着你 我想保护你 你 保护我 嗯 谢谢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再见 你不要跟着我好不好 你到底要干什么 香雪 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也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让我加入你们吧 我跟你一起 一起为国家建一份力 梁东哥 这世界上的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我劝你 还是赶快回广州吧 为什么 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总之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 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 我 我 你凭什么拒命 我有什么可疑 喂 你不会选中我 做这个替罪羊吧 你可真能装糊涂啊 我装什么糊涂 我本来就是糊里糊涂 被你抓回来的 李兵媛 那我问你 你的贴身警卫观平 上哪里去了 为什么中午有人看见他 在机要室的门口转悠 轮到他值班的时候 你突然又把他撤换了 他又 为什么消失了 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 就是观平跟我请假 说他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下午才换了个警卫 其他的事情你应该问他 我一无所知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狡辩 唐副使长 请你相信我 我跟防御作战计划被切的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不要怕 是我 吴大哥 出事了 我今晚 得待在你这儿 好 别开灯 先把窗帘拉上 你回来没人跟着你吗 没有啊 先去把台灯打开 这 吴大哥 你 你胳膊怎么了 怎么 没见过吃子弹哪 别愣在这儿 快帮我去拿刀喝纱布 怕见血 你就别看 我不怕 快帮我包扎 快帮我包扎 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快快点 叔 家属很有可能 在这个玄上的手上 对 昨天晚上联络站遭突袭 情报组正好在开会 包括组长在内的武营同志 在枪战中全部牺牲了 只有一个外围青年同志 赴伤后成功逃脱 如果家属还没有落到 王乃征手上的话 只可能转移给他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此人叫吴斌 是外围进步青年 当案上说 他勇往好强 在青年中很有果冻力 但是做事鲁莽 需要锻炼才能考虑吸收 如果没有这场电影 今晚七点 家属金应该由情报组组长 清醒交给你了 对 在火车站广场里 恰巧也是在今晚 王乃征要去火车站 秘密护送一批 日本使馆人员离近 我怕今晚要出大事 不论如何 我去火车站广场街头 希望今晚能等到吴斌 和那封珍贵的家属 既是昨晚情报组长 把东西托付给他了 可是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下 也很能把交集的程序 说清楚 那怎么办 你立刻想尽一切办法 给我找到这个吴斌 今晚七点以前 找不到他的王 只好亲自去会会这个王乃征 老板 找不到吴斌 家属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 可以成为王乃征的囊中之王 我必须今晚日券转移 把家属拱手献给日本人 后果不堪设想 报告 进来 这是从李参谋宿舍搜到日记本 早七点二十分通信参谋 给参谋长送信令 早七点二十分通信参谋 早七点三十分通信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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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真的不明白 这算什么证据 我问你 师部长官每天做什么事 跟什么人通话 请假外出 接触了什么人 你都记得一清二楚 李参谋 这么兢兢业业 是不是为了 讨你日本主子的欢心 唐副市长 我这么兢兢业业 不是为了讨好什么日本人 这个秘密 本来不该让你知道 但事已至此 我也不妨告诉你吧 我的主子不是什么日本人 我是军统的人 军统的 我的身份 你可以向军统医处 徐处长征讯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执行党务的监察 我有我的职责 这也怎么解释 这纸片上写的是 排剧三组 松永贞德的名剧 今日又时雨 环童春夏秋 看来唐副市长 不像我这么喜欢伤风赶怀啊 这是你通敌的暗语 给我打 是 手捧鲜花的梁东哥 看样子已经爱上眼前 这位聪明可爱的同学 楚香雪 他怎么在这儿啊 可当他看到了香雪身边的 这位男子 他挣住了 他不知这束花该不该送 送出去会是什么结果 表哥 他是我大学同学 他叫梁东哥 他是我表哥 你的花挺漂亮的 是吗 那送给你吧 谢谢你啊 我们该走了 同学 后会有情 你 你多保重 此刻梁东哥很兴奋 他就让自己正在发现一个秘密 为了楚香雪 他想参与到这个秘密中学 因为这样能使他每天都可以 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已经卷入了一场 决定自己命运的巨大漩涡 今天晚上 宪兵队长王乃征要在火车站 秘密护送一批使馆的鬼子出城 把他们全部送到日本战令区去 什么 送鬼子出城 这样一来 使馆的日本人和家属都走光了 外面的日军 就更可以肆无忌惮地 轰炸整个南京城了 这帮罕见狗腿子丧尽天灵 跟他们拼了 跟他们拼了 我很开心 看到大家有这样的热情 但是革命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还要行动 真强 真强 今天就是王乃征的忌日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干什么 梁大哥 关平找到了 是 在室内一座教堂的后院 找到了关平的尸体 近距离头部重弹 已经面目全非 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夜里 被人给杀了 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是什么人杀的他 情报又会在何处 还有一条情报 说 昨天傍晚有人看见 关平在日本大使馆附近出现过 我 从正也讨论 是 梁大哥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说 你听到什么 我什么都没听到 什么都没看见 我看你就是个探子 说 谁派你来的 我不是探子 我真的不是什么探子呀 你不是探子 在这儿偷偷摸摸干什么 这和香雪没有关系 你要杀的话 就冲我一个人来吧 就你 大家把家伙收好 龙刚 在 香雪 在 你们两个留下来 看好你这位同学 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前 千万不可以离开这里半步 吴大哥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看好你这位同学 不要让他通风报信 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 其他人跟我走 走 走 香雪 我 不闭嘴 说话 说呀 说不说 说呀 好了 住手 住手 快 把他放下来 冰原兄弟啊 让你吃苦了 全都是误会啊 微兄的很惭愧 刚才我给徐处长打了电话 全都是误会 你再晚来一步 兄弟真的被你们整死了 快 把里长官的衣服拿来 去卫生队 把业医官找来 让业医官 陪了里长官去医院 快快快快快 兄弟 委屈你了多担待啊 事已至此 不用多说了 上车吧 我这就跟着那老虎了 不用 他今天晚上一定会靠着 他的日本主子刺激出岛 我要亲自出马 抓他个人赃俱灾 我倒要看看 日本人能不能救他 老板 到处都找不到的人 另外 火机行里丢了一箱硬户 怕是也跟他有关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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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餐厅不对劲 前前后进出的客人 行踪都很可疑 我看多数不下中国人 一定是准备今夜转移的轨道 李炳源是想跟他们一起前逃 算是让我们给撞上了 今晚一个也别想跑 里边防卫怎么样 我派人侦察过来 大概有一个人 有七个变异 身上斗架了 行李队长王莱正 王莱正 他怎么会出现 来 来 来 碧云兄啊 怎么搞成这副模样啊 好了 别提了 你该问问长谷川科长 我吃了这么大苦帮他 他还把我的人杀掉 可是 你还有一半的东西没有交给我 那一半我拿了保命的 你把我安全送到上海了 那个东西自然交到你手上 什么 到时候 你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你们中国人 都是这么贪心 你 两位都消消气啊 我是没听明白 你们刚才说的这个 一半一半指的是什么呀 这件事情 你还是不明白最好 因为你现在的身份 还是蒋政府的人 只要你今天晚上 把我们安全送出南京 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好说好说 今晚二位的安全问题都请放心 我宪兵队的人 已经把整个车站都布放好了 就算是谁吃了雄星豹子弹 敢闯进来捣乱 我也让他有去无回 好的 王队长费心了 哪里哪里 今晚还有另外一位客人要来吗 一个老朋友要来送行 他来了 你就知道了 但是他一向守时的 今天好像有点反常 耐心等待 也是一种美德 一样 来 来 起来 快点 十五个钱 十万多位都订完了 县长 忘了吗 我父亲 是一位姊姊的大学生 她是一位姊姊的 我已经邀请了 现在 今晚 我们会在休假期 每晚晚餐的 我们会在休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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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时间 我们会在休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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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希望今晚在我们这里用餐 给您和您的朋友 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怎么冒出来了一帮学生娃娃 看来今晚上得热闹了 最近有几家日本餐厅 和日活商铺 全被学生给砸了 我猜啊 可能就是他们干 倒也算是爱国青年 偏偏今天晚上装进来了 那怎么办 这一旦打起来 子探可不张言 尽量吧 物商也没办了 爱国青年也罢 显明了也罢 今晚无论如何 不能放过日本鬼子 合理并面 明白 是谁走漏了消息 吴大哥 你别怪别人 是我太担心你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坏了大事的 你那个同学还在残酷吗 在呢 龙刚在看着他 哦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有埋伏 我们被捕毁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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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走了门口的同学 你要帮我走 今天晚上你必须离开南京 我很担心你赶不上火车 还有 今天经历的事情 不许跟任何一个人讲 好 我答应你 你发誓 我发誓 来 可香雪 我不放心你啊 你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老吴 答应我不要去 太危险了 你只是我的普通同学 我的事情 没有权利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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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雪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谁让你跟我来的呀 你快走 我不想跟你说话 哎 香雪 你听我跟你说 快走吧 你再不走 我对你不客气了 香雪不走 我就不走 吴大哥 你到底走不走 此人叫吴冰 十六祖先生 我要把香雪带走 我不能看着你把他害死 混蛋 年轻人 不要那么大火气 邵老师 你来一下 我也有话跟你说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带着你的学生 一起滚蛋 来 说安兄 你怎么在这儿也不进来啊 都以为你不会来了 都会呀 来来来 糟了 里边打起来了 跟我来 走 grinding 我怎么在哪里 你最后能来 走 走 拄 你 没有人 操克 上个事 上个事 无病 不要 走開 д 侮袜 加油 加油 忽袜 加油 这支非得下人 却统毕得下来 却统毕得下人 下人 下 快走 走 别走 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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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抓住 狗汉 HBO Tre生死命 狗汉 HBO 罗汉 HBO 红汉 HBO 狗汉 HBO 怎么是你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卖国贼 我要杀了你 香雪 我的同学楚香雪 他怎么样了 还有邵老师 他们怎么样了 李明元 不是我唐昊峰跟你过过期 招了吧 面得你我多受罪 你们要的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你让我怎么招啊 唐副市长 要是你还念 我们今天同事一场 就同感点杀了我吧 你还在演戏 那个装成神座的日本头子都招了 他已经交出了城防计划书的钱吧 另一半就在你手上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说吧李参谋 另一半的东西 隐藏在什么地方 你们没有证据 你们是血口喷人 我没有偷城防计划书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就是把我 抛床挖肚 也什么都找不到 我又不是啊 你去抛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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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抛床 你去抛床 可以抛床 我应该追抛üt床 我一定要招床 帮你抛床 我去抛床 你抛床 你已经被抛床 可是我平抛床 我去抛床 我可以抛床 我这站出事了 警察不让说 送来抢救的 除了学生 还有好些身份不明的人 除了急救室里的医生护士 谁都不让进去的 我建议您 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 我怎么能回去呢 不是 是我儿子现在 我 我都不知道是死是活 您别这样嚷嚷 想让我跟你一块被抓起来啊 好好好 我小点事 护士 求求您想办法 让我见见我儿子吧 这样吧 要不然您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长什么样 我进去帮您看看 您先在这里等着 我这有张照片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人好像 怎么 他是不是已经 不好了 还有学生跑了 快快快 追过来 快快快 追过来 快快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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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来 来 那个吴冰 是不是共产党啊 不是 我们真的就只是 很单纯地抗认爱国青年 单纯的爱国青年 那你们手里头 怎么会有那么多枪啊 怎么会知道 日本使馆人员要撤退 这么机密的情报啊 这 我 我也不清楚 小姑娘 你的底细我们很清楚 那吴冰不是你的表哥 他应该是你的上线 还接你的男朋友吧 你胡说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的事情 不是刺杀案那么简单 有人趁乱捣鬼 想要葬送整个南京城 你知道吗 我去哪儿 大夫要进言多久啊 什么时候才让上火车啊 别让我们进去 别说不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对不起啊 大家都耐心点 我们这段执行公务 车站什么时候会不使用 我们也在等候命令 大家都耐心点 好 llo小女事 情况怎么样 有所谓 奇怪啊 难道还真的插上翅膀 飞出去了 天亮之前 火车站必须恢复使用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 邮政换孕处 李炳源会不会 事先把东西交给了官平 藏在那边 你什么人 我去把他抓起来 快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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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鬼鬼祟祟的 你是什么人啊 好像是 最后进餐厅的那个学生 对吗 副市长 就是他 这小子受伤昏迷被送去医院 他一定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 原来是你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们要抓就抓我吧 是什么人指使你干的 没人指使我 什么都是我自己干的 没错 是我施首杀死吴冰 还有 楚香雪他们 都是被吴冰煽动 才去自杀王乃征的 同学们都是无辜的 吴冰现在死了 我愿意一命偿一命 别跟我装傻 你猫那么大风险过来 一定是李炳元派你来拿什么东西的 我不认识什么李炳元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好 磨砍 来 就是他 带走 走 那不是我的 那不是我的 见到他人了吗 东西还在不在他手上 见识见到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他已经断气了 在太平间里 我亲眼见到了他的尸体 这下可坏了大事 还有王乃征的情况 我也打听到了 他在隔离病房单独抢救 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这下线索全断了 会不会东西已经落到 日本人手里了 昨天晚上 火侦那餐厅的火兵 会不会是为了抢这个东西 绝对不会 唐浩峰这个人物很了解 他能从中华门外的驻地 亲自带兵 追到火车站了 一定是八十八十内部出了大事 他绝不会是冲着我们家书来的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他要追的这个人 很可能是李璧原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 组织上要求你和我 在二十四小时内撤离蓝金 到上海开展新的工作 那家书怎么办 在我们离开蓝金之前 找到他或者销毁他 绝不能让他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记住 只有二十四小时 快 让他去 快点去延了 人和车两个人都不许进 配号 配号 快把车让开 让开 想怪来了 快走 有个人到 各位忙了一整夜 辛苦了 我刚才在外面听说 东西已经找着了 唐副市长 我很佩服你 这么快就把案子通了 不过是汪洋补牢将功赎罪而已 不过 刚才抓到的一个学生嫌疑犯 你一次也要贪运 唐副市长 郑局长 我有话要跟你们两个单独谈 坐 上面派我来接受这个案子了 只有一条指示 迅速结案 消除舆论 怎么可能呢 这个案子的重点 已经不只是军事泄密 牵扯出的将是政治丑闻 宪兵队护送日本人出城 这是总统府的密令 可这中间居然有人夹带 南京作战城防机密 这件事情如果不马上平息 迟早会真相毕露